你好 欢迎收看 112年1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2023太平洋观光节 31号晚间在东大门广场盛大举行 今年除了有超强CAS 也带来一连串精彩表演 现场学中会特别到场 陪同乡亲一起倒数跨年 同时还释放了长达300秒的旋律烟火 最后跟随邀请到亚洲舞王罗志祥 担任压轴演出 吸引了超过6万人去到场 欢喜迎接2023年 2023太平洋观光节 31号晚间在东大门广场盛大举行 今年除了有超强CAS 带来一连串精彩表演 现场徐震慧也特别到场 陪同乡亲一起倒数迎接新年 2 1 1 新年 长达300秒的旋律烟火划破天际 为2023年点燃新年新希望 现场虽然下着毛毛细雨 但仍然抵挡不重民众热情 让场边传出不少尖叫声与欢呼声 这个舞台成就了多少的天王天后 这一次我们请了木载羊对不对 请了五十二对不对 还有我们光复的恐龙偶像对不对 还有苏比苏比 所以在这里真会 希望我们大家能知道 花莲这块地方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艺术家 你是所有人的避风港 当你难过的时候回到花莲 当你开心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 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回到花莲 分享花莲的美好 在这里祝福大家 我们会别了2022年 非常开心三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活动最后更是邀请到亚洲舞王罗志祥 男人亚洲演出 一口气连续唱跳六首歌曲 一支独秀将近30分钟不断电 现场宛如小型演唱会 高水准的演出也展现出天王的超强实力 吸引超过六万人次到场 欢喜迎接2023年的到来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